老师 你刚刚说上辈子 就是上季是请了 我们上季这个Mark来的时候 我们问她圆圆好吗 然后你知道 好死不死那期的题目是 老婆收入Triple Me 我要不要离婚 当时我们觉得 哎呦 这题还蛮适合赵佑谈 然后最近市场发生了变化 现在是我的收入五倍于我太太 我要不要离婚 好 郑芳是 没有 郑不赖我 马老师 郑不赖我 对 我真的说尽了好话 因为奇葩叔我非常喜欢 女人也特别喜欢看 然后在他面前说尽了好话 我说这虽然貌似就是如狼似虎 但是是一个非常严肃正经的 片段副 但是呢 我就不赖我了 因为你上次那些举动吓到他了 我说了什么 对啊 我觉得他来就害怕你们 旧情复燃嘛 对吧 哎 哎 我觉得我不在乎 哈哈哈哈哈哈 那也说完了都怪你 妈老人是是是 我哪天登门谢罪啊 哈哈哈哈 对那么我们节目组呢 因为看到这个呃 非常不一样的造型之后 就觉得分外眼熟 于是呢就去四海八荒 找了一些叶华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看看叶华 都有哪些朋友 跟他撞了托告好不好 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哈哈 哎我说这个名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还有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也是很man的那种话 哈哈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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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 我现在阿八列犬 别名叫叶华犬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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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也太好笑了吧 这个还挺像 哦哈哈哈哈 其实还挺像 哎哎哎哎 但我一定要跟你讲一下 我其实是看三生三十之前 就喜欢赵友廷的 对啊 原因还是因为高圆润 哎老师你今天唇膏膜好 好油啊 哈哈哈 因为润沉润的好充分 我做了一些准备 做了一些准备 然后呢 那我先给你讲 为什么因为高圆圆喜欢的赵友廷 因为高圆圆喜欢的赵友廷 对 我原来一直特别喜欢高圆圆长的样子 因为你知道她舒服 但是呢高圆圆一直没有遇到特别好的戏 能够把一个舒服的女孩点亮 嗯 直到我看了她的大清帝国的第一期 哎我突然觉得高圆是个好会演戏的女孩 但是她需要有好的戏好的对手去点亮她 她不是那种自己会就亮起来的女孩 她需要一个点亮的火种 后来隔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我突然发现高圆圆所有的街拍 突然人就亮起来了 这时候我一打听八卦 原来她跟赵友廷在一起了 我突然就意识到 哎那是一个火种会点亮一个女人的火种 哇 现在她叫我赵火种 张老师言下之意是 最近有需要被点燃 这些你们干柴挺多的就这样 老师 老师 你今天从一开场到现在 充分的诠释了一个粉丝的行为 很棒 真的很棒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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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